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是她的老婆 妳老公派 也是 認識很久很久了 欣如也是 跟劍華 對 跟劍華 對 小柔跟她老公也是 對... 從好朋友變是老公 可是我覺得另外一半 一定要是好朋友 我自己覺得愛情是很薄弱的 就是其實他 如果你有那個友情 跟你們開場星座的想法 就是友情跟心情 他當一個基本的話 那個愛情可以維持很久 好友變戀人 是老天爺最美的安排 面積有一對相識多年的朋友 透過約會重新認識對方 究竟另一位會怎麼安排 就讓我們約會吧 歡迎光臨見到女兒我最大 約會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又再一次 讓我們來約會吧 通常這個會一約下去 一翻兩瞪眼了 是不是這樣 唐老師 唐老師 當然是 老兄多久沒約會了 唐老師 你真沒禮貌 真見血 就也不過就是20年前要去而已 可是今天這兩位 他們的好朋友 應該是怎麼講 他們旁邊都有一個愛人 應該也沒會約了吧 你說他們兩個 還是他們兩個 你們兩個 我們兩個旁邊都有愛人 我們是沒會約了 跟愛人還是可以約會 有嗎 上次約會 但是我們想跟新的人約會 上次約會 我上次想一想 幾年常約 還滿久了 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 還不如我們這樣都 不參加約會的好像 旁邊已經有人 但是又好像一個人 單身好像都是 單身的時候約會才多 真的嗎 對不對 但不是我們這種 單身沒約會比較悲慘 還是你們這種已經有對象 但是沒有約會的人比較悲慘 都還滿慘 都還滿慘的 我們已經很久忘記 什麼叫約會了 可是我還滿喜歡單身的時候 每天都有約會的那種感覺 就是每天都有局 每天都有局 而且是上午一個 下午一個 你跑不完的局 就是一個 date 就是你可能不是要跟他幹嘛 可是就是吃飯 或是看看電影或什麼 而且可以多看看 跟好多人約會 對 現在都沒有辦法 交朋友 是耶 那種感覺真好 你在... 等一下 那你現在這樣下去 你要搓頭人要到多久 是我搓頭 女生很吃虧 我真的覺得女生 這一點比較吃虧 對 女生就一直守著 一直守著 但你要看女生 有沒有未來有沒有計畫 如果她本身也沒有太大 計畫改不上變化 對 對不對 等你真的大紅大紫了 世界各地拿獎了 你還會回來娶她 緣分 好直白 媳美姐 對啊 妳叫妳是 是這樣子的 妳叫妳是馮德倫 沒關係 繼續比 對不對 摩羯座明年可是有 小婚運的 真的假的 對 就是我剛剛講 用馮德倫是真的 馮德倫跟她老婆 馮太也是 就是很久了 認識很久很久了 辛茹也是 對不對 辛茹跟建復 十年了 小柔跟她老公也是 對 好 我們來看看 這一對也是 這一對也是好朋友 所以說他們認識很久了 十年有了 怎麼會在一起嗎 知道是他們兩個 我覺得超尷尬的 為什麼 他們兩個不會尷尬嗎 我跟你認識10年 我怎麼沒有發現你這樣 我怎麼可能 對 然後就你知道 就會發現新的濟動 因為通常都是 這樣的好朋友 都是因為工作 在一起相處 可是沒有私底下 就譬如說一起吃飯 或者一起看電影對不對 也許沒想到說 你怎麼跟我一樣 吃的口味都差不多 對 新發現 接近 心有靈犀的感覺 那個心情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看是誰 那一起看 誰跟誰 大家好 我是林荺 我是天秤座 今年36歲 怎麼忘記要去年輕人 我今天要約會的最小隻腳 小隻腳 我想這樣 好像是北大 腿喔 下雨天穿這樣幹嘛 嗨 嗨 我是陳薇 身高172公分 體重50公斤 牡羊座A型 我今天的約會對象是李運慶 希望我們等一下會發生一些 不一樣的事情 我也覺得是很緊張是不是 應該是很緊張 今天男女主角都騎了個大嫂 為了就是等一下的約會 通常身為女生的我們 越早起床準備 代表我們越重視今天的約會 希望能在對方心中 留下美好的印象 不曉得觀眾朋友們 你們是不是也跟他們一樣呢 今天李運慶約會的地點 在關渡的台北藝術大學 鄉內的荷花池 紅磚建築 黑瓦屋頂與棕樓 很有藝術的感覺喔 但是校園風景優美 約在這麼遠的地方 女生OK嗎 我真的不知道 李運慶為什麼要約這麼遠 真的 好像是她以前年大學 然後我今天跟她約會 我想要讓她看到不一樣的我 我以前在她面前 就像個小男孩一樣 因為我認識她十幾年了 所以今天我就是打扮著 一身正式的服裝 她採了高跟鞋 我想要讓她看到就是 對 不一樣的我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跟她約會 所以我想要給她的感覺 是稍微沉穩一點 那我的穿著就 顏色就會配得稍微深一點點這樣子 像我配了一個駝色的大衣 駝色大衣其實滿適合 這裡的色調這樣子 裡面雖然是深色的 但我還是搭了一個彩度 比較高一點點的藍色的 這個針織衫 然後藍色的部分就是 我在下面也會搭了一個 藍色的襪子 還有黑色的皮鞋 因為皮鞋看起來會 稍微正式一點點 對 希望能夠留給她一個 不錯的印象 我跟陳薇已經認識12年了 對 好久以前 她那時候還是個少女 然後其實以前我就滿欣賞她的 當然除了她的外型腳好 然後身材也好之外 最主要是因為她的個性很吸引我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 一個想很多的人 然後如果對方也是很容易 想中想西 或是心機比較重一點點的話 對我來說比較麻煩 所以她的這種大蠟的個性 我很喜歡 像個大男孩一樣 運慶從以前對我來說 她就像個大哥哥 因為她跟她哥我都很熟 然後她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非常謙虛 然後很有才華的男生 可是儘管她現在作品很多 然後粉絲也很多 可是每次我遇到她的時候 你都可以感覺到 這個人完全沒有變 她還是像以前一樣 然後謙虛 然後很迷人 我覺得她今天算有認真打扮 而且她有抓頭髮 因為她平常那個 其實滿邋遢的 就是就我以前對她的印象 她就是一個非常不修邊幅 然後沒有再認真穿衣服的男生 她今天那個穿著嗎 我曾經說很辣 對 相當凸顯 就是她很好的身材 只是 只是你知道 其實現在已經進入冬天了 她這樣穿我實在是有點擔心 她會不會 會不會感冒 為了讓男女主角在第一次約會 就能更了解對方 我們準備了這些麻辣又令人 緊繃的題目 請兩位來回答 讓我們來聽聽他們的答案會是 交往後可以看對方的手機嗎 還沒交往就拿去啊 可以了 現在可以 現在可以看看有沒有祕密 所以 但妳沒密碼 可以啊 冷吧 什麼意思 閃乾淨就好 任何時候 我OK啊 我有講喔 這也很興趣 因為我有刪除的習慣 因為我不喜歡手機看起來太亂 就是 OK... 所以我們是同路的 我不喜歡手機那個對話太亂 所以可以看喔 可以看 那個經過一個 沒什麼可怕的問題 還好 小意思 我有訂一間餐廳 然後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對 因為你剛剛說你很餓 對 我真的很餓 那我們走吧 走 好 餓了 餓了 對 一大零三 有 我有聽過這一家 真的嗎 剛剛有個塞車 所以你還餓得很久 你該趕掉 位於東區巷弄裡的這間義式餐酒館 簡單的橙色配合紅磚牆 讓店內更顯義式餐館的溫馨 除了餐點都是掛保證的好吃之外 店裡到處看得到的酒瓶 不只是裝飾而已 也是三五好友 想要小酌的好去處 這間餐廳呢 就是我從下過門的一次 然後幾乎美育早上的 其實我都很好吃 但是 你知道我 我是天秤座的 所以我有點選擇障礙 真的有 對... 然後 所以因為我知道 今天要跟你來 我就稍微有在網路上查了一下 你可能喜歡吃的東西 網路上有我這個資料嗎 有啊 IG或什麼的 就是看你曾經PO的食物照片之類的 然後再跟我的朋友Eason講 請他就是推薦幾道 你可能會比較喜歡的 我以前如果想像 我覺得我是一個不能接受 就是人家幫我先點好菜的人 可是孕慶今天他坐下來 他就說 他已經查好 然後做好功課 並且跟廚師討論說 覺得我適合吃什麼 第一次有男生這樣子 就是對我 所以當下我才發現 原來這樣的行為還滿感動的 就是對我來說滿加分的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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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好像會在一起 他有去查 就是先查就是說 他的IG 平常他喜歡吃什麼 然後對 重口味的 還是要吃清淡的 然後就幫你弄好 我覺得這還滿好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比較危險 搞不好他今天來的時候 我就想吃一點不一樣 如果真的都不好吃的話 叫一瓶酒就搞定了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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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一瓶酒 應該基本上什麼都搞定 對啊 不能每次都用酒這一招 不能這樣 我們第一次約會還是保持心情 那我們就約當事 看一下當事人 對 看他們怎麼說 來 歡迎你們 來 玉京 男女主角 玉京 威姐 請 好配喔 你們兩個人搭啊 真好 你們兩個好認識 兩個先分手一下 分手 好 怎麼樣 我們剛剛看兩位是真的 沒有 因為他錄的東西 我都沒有看到 我也是 然後看的時候 滿就是 滿有感覺的 對 到底是什麼感覺 你們尷不尷尬 對啊 你們認識那麼久了 幾年年 然後突然有感覺 這是一個滿新鮮的感覺 因為其實如果說以前都是 朋友的關係而已 然後會聽到他在講說 他跟他男朋友的事情或什麼的 對 我們都是講互相另一半的事 因為這種時候 不是透露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你完全不會說 原來是發生在我身上 我會有特別的感覺 對 但是這一次 就是我們出去就是約會 那這十幾年當中 因為威姐又有單身過好幾年 你怎麼都沒有心動 對 為什麼 或者是威姐 你怎麼都沒有對她曾經心動過 剛好兩個人碰到單身的時候 都單身 對 可是因為中間我們不見得是 我們其實沒有一直一直在保持聯絡 持續聯絡的 對 因為他可能如果說他交男朋友 然後 他就不會跟我們聯絡了 他跟我們聯絡的就出事 他的女朋友都在出事 然後我的女朋友 可能也不太喜歡我跟女生朋友 我覺得他們可能這十二年 是一直錯過 對 鼻子 他有男朋友的時候 他沒有女朋友 他有女朋友的時候 他沒有 我覺得這種最討厭的 沒有 剛好同時 十二年 對 跟著我們這一次的錄像 大家也不要覺得是偶然 就是這種偶然 終於就是已經開始了 對 小心 這個星座心機抽中 就看過一個 他就告訴我說 其實他在發文的時候 他都會先設定好 就是這一則是不給女朋友看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組他會 他如果很大方 好 給你看 我覺得反而你要嚇一跳 他如果還會猶豫一下 代表他是一個沒有做防護措施的人 可能還比較值得信任 等一下 我想要 我跟子儀一定想要問同一個問題 就是自從這一次的工作之後 你們是不是開始看對方的眼光 怪怪的 差不多 類似這樣問 可是我還有一點電力 我還有另外一個更深入的問題 你先問我 對 妳先問我 有嗎 威姐有嗎 我們昨天來就看電影 對 你是一直在 等一下 你一直在 他在戳手 不是 他一直在夾 他一直在幹嘛 我沒有問他在說 緊張的一直在夾 我沒有 因為其實我只是覺得我有 經過這一次 我有更深入的了解他 對 你呢 威姐 對 我要聽威姐的 威姐比較會說實話 有 因為我覺得就是他 這次看到他 對 知道他原來喜歡我的個性 OK 那我們來看第一條 來 好 你真的喜歡嗎 女生呢 喜歡男生點餐嗎 我其實是不喜歡的 但是我會看看妳的感受到哪裡 對 其實這一點我必須說 我也沒有那麼喜歡 可是運氣那一件跟我說 他幫我點好了 其實我不喜歡什麼事 都幫我做決定的另一半 我也是 我喜歡自己有那種參與感 可是如果到了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運氣又說 他有先去稍微查一下 我喜歡吃什麼 這一點有重 好 我們來看第二樣 好 交往以後 可以看對方手機嗎 密碼可以讓對方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幹嘛的話 你會閃乾淨的 我也覺得 所以有差嗎 但是還是要讓我知道 密碼 就是一個感覺 我知道其實我不一定會看 OK 只是看就是 當下問了之後你的反應 對 可是我一直以來就是 密碼都是女朋友的生日 生日 對 女朋友生日 然後要不然就是 我們一直以來都知道 你們是想要看我們的反應 所以我們一定會告訴你們 密碼是什麼 對 只是要做什麼的話 如果我們有兩隻手機而已 什麼星座 最最這個 對 他會不會最在意 其實我個人認為現代人 應該都滿在意 只是每一個人的反應不一樣 像開創星座 牡羊巨蟹 天秘摩蕾 來 你們兩個男生都是 威姐也是 其實我覺得你們這一組的人 還滿重隱私的 被要求看手機這件事 應該會有一點不高興 但是看起來應該會有一點 我們在沉思 就是在回應那個狀況 可能曾經有過那個階段 年輕的時候 過30以後就好像 但是後來發現 就是我們這樣子不高興之後 整個關係會變得更不好 對 我們吃過虧 就是算了沒差你就看吧 誰最愛 我可以看你們的手機嗎 白目的固定弓 好帥喔 芳羽我們這一組固定的 金牛 獅子 天蠍水瓶 因為我覺得我們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我們這一組人 將心比心的 是走將心比心路線 譬如說我好喜歡妳 我覺得妳也好喜歡我 我不介意妳看我手機 我覺得妳也不介意我看妳手機 對 妳也應該不會介意 結果我發現 我一問妳怎麼好像很介意的樣子 怎麼會很受傷 而且其實我固定心座 我不會直接問 因為有失面子 就是說我可以看妳手機嗎 我覺得很沒面子 我可能會比如說 我手機沒電了 然後妳借我Google一下 我要查一下 然後這時候那段被拋 這樣很累 妳有沒有要幾號 結果妳有鈍鐵 妳就會 就是不想講 有點不想講 我就會覺得妳幹嘛有鬼 我們也知道打開那個蓋子 是潘朵拉的盒子很可怕 所以不到最後關頭 我們也不會隨便爛牌 就除非妳真的感覺到什麼 我是本人是完全不會想看 因為我曾經就看過我男友的手機 全部都是那種 妳們的LINE很喜歡互傳那種 大奶妹的照片 還有影片 都在走一個影片 我就覺得好髒的手機走開了 對 這也是一招 妳說放一些照片 對 讓他看著想吐這樣 妳看他們基本星座 開張星座的人心機多重 對 妳好重 一直在想一些5MO 而且一直卡在那裡 我們就不會 這樣講的話 那最後變動是最好相處的 NO 變動星座早就在妳 要看他手機之前 他已經設定好了 給妳看是什麼樣子的手機 所以該鎖的早就鎖起來了 該鎖的早就鎖掉了好不好 這是太陽嗎 還是 這是太陽 我覺得太陽星座很重要 本身是太陽星座 我就看過一個變動星座 他就告訴我說 其實他在發文的時候 他都會先設定好 就是這一則是不給女朋友看的 有 這種可以這樣 對 他就是一個不嫌麻煩 然後又很喜歡挑戰 刀鋒邊緣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一組他會 他如果很大方 好 給妳看 我覺得凡人你要嚇一跳 他有劇本 他如果還會猶豫一下 代表他是一個 沒有做防護措施的人 可能還比較值得信任 金幣的解說 搞得我們兩個都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影片 是吃完了 上菜也沒出來 我們來看看第二段影片 看來運氣選餐廳的部分過關了 這道料理是歐洲家常菜 裡面有來自日本的有機紅蘿蔔 歐洲進口蔬菜 還有彰化農場的有機蛋 一道菜就吃得到 世界各國的味道 而且健康又美味 這上面是一個半熟蛋 所以我來幫你用一下 再打破它 對 把它弄破 然後攪拌一下這樣子 謝謝 來 我幫你有沒有吃掉 有沒有 有人形容過你吃香香 你是不是這樣好醜 為什麼 沒有 因為它剛好是紅色 血很大 我是嚇一跳 但是 但是我很喜歡這樣子 它很就是很 好不遮掩的 該怎麼吃就怎麼吃 我就是比較喜歡這樣子個性的人 我不喜歡就是到了一個地方 然後吃飯要變得很拘謹 然後就是突然變得小小口 你就看起來就是嘴大吃四方 你就張開你的大嘴 這一點是我們要欣賞的 它有點有一點點的辣味 感覺我現在在森林 就是很多蔬菜 然後很健康的感覺 然後它每個味道 每一個食材都融入在 這個湯汁裡面 它的湯汁 有很豐富蔬菜的味道 你沒有打槍這道菜嗎 還可以 你一定要可以 不然我沒有辦法進到下一題去 還有一題 還有一題 這我不知道是什麼 等一下 我先 剛好先 哪有什麼 越來越高 這麼多 我還有聯絡 有點出油了 緊張 你有聯絡嗎 有 其實我跟 基本上跟每一個 前女友都還是滿好的朋友的關係 對 因為我 我認為 就曾經是那麼那麼熟悉的朋友 沒有必要 就是因為分手之後 就斷了聯絡 但如果有女朋友 你還是會跟前任聯絡嗎 我還是不 那如果女朋友不能接受呢 對 讓她接受 這麼強勢 不是 因為我希望她是可以溝通的 她可以理解到這一點就是說 我跟前任的聯繫 可能已經是一種家人的關係 或是單純就是很好的朋友 如果我單身的話 我會跟前任聯絡 但是如果我現在有男朋友 我不會跟前任聯絡 因為我也不希望他跟前任聯絡 妳如果是單身的情況之下 妳會跟前任聯絡 會 然後後來妳交了一個男朋友 妳就跟他說 Bye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好朋友 可以接受這件事耶 妳就會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交男朋友 對啊 應該會體諒對方的 那他說那我們什麼時候 再聯絡 就等我分手之後 那如果前任他也有 另一半怎麼辦 等於說兩個人的方便 造成四個人的困擾耶 那我會尊重我的前任 如果他有男朋友 你尊重前任 你不尊重現任 現任是他想要做什麼 我會尊重他 但是就是我希望是什麼樣子 就是我真的不願意說 因為一個新的 然後就讓所有的舊的 就是都不見 都消失 我們有可能就是 已經像家人的關係 你要我因為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去跟家人都來聯絡 我們才能辦法做到 我超不能接受他這一點的 就是他說 他必須要讓現任女友 接受他跟前任女友 聯絡這些事 我覺得超不合理的 因為我覺得在一起過 就是在一起過 不要說什麼是家人 我覺得這是兩碼的事 我們怎麼可能跟家人 Kiss 對不對 到底該不該跟前任聯絡 看來兩人的想法有點分歧耶 再來這一道 面上了滿滿的蛤蜊 可是老闆精心挑選 最大尺寸的唷 肉質鮮嫩再加入雞湯入菜 比家店可是吃不到的呢 我要扳回憶成剛剛的血盆大口 好 所以妳現在要去教一教學 我現在來優雅的吃 我很怕白酒果粒麵的麵沒有味道 你知道常常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它麵跟湯汁是分開的 可是這個麵很入味 然後它好像有在加一些蒜對不對 它有蒜 而且它有用辣椒炒 一直炒過 對 所以味道夠 因為我是比較偏重口味的 好 所有單位還有問題 OK 準備好了嗎 這個 蝦往多久 蝦往什麼 蝦往多久 我認為 多久可以同居 是 不是多久 而是程度 什麼樣的程度可以同居 你驚訝什麼 你滑桶給自己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滑桶可以自己跳嗎 不是 我是說 就是喜歡彼此的程度 所以你女朋友如果發現 你沒有要跟她同居表示 他就知道你沒有那麼喜歡她 不是啊 我 因為 自己挖桶給自己跳 我可以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我甚至可以教了 第一天 我現在有在結巴嗎 第一天就 我其實是可以交往了 第一天就可以同居 但是通常沒有這樣子發生過 只是我講的是說 他沒有是定說 不行 我一定要跟他交往 三個月 或是一定要交往多久之後 就是要一夜請吧 沒有啊 但是它是一個 會繼續發展下去的一個關係嘛 其實我不太喜歡同居 為什麼 我爸媽都在台北啦 還好 因為我覺得同居會讓兩人 在一起的那個新鮮感很快 更快沒有 其實我知道了 因為我蠻多 其實我覺得蠻多的女生 好像都很需要新鮮感 男生不是有人說嗎 沒有一定要 我是一個很念舊的人 因為你看每一次 如果同居 我們好像我們今天約會 我們是先準備好 然後到一個地方集合 在這個路上都有一些期待在 對不對 像是就是 就是 像比如說我這樣跟你約會 就會覺得 今天要再跟妳請你約會 可是一旦同居了 就是從你最就是狼狽 然後最醜的時候 然後這樣一起出門 少了那種約會的期待 你不覺得嗎 我知道 我知道其實蠻多女生 都會覺得說 我不想要讓妳看到 我很醜的樣子 不想要讓妳看到 我剛起床的樣子 可是其實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喜歡看到 女朋友的各個樣貌 包括嘴巴很臭 然後頭很油這樣 我覺得那個才是我跟其他人 不一樣的地方 我可以了解你更多 我不希望 我希望就是在我面前 你可以毫不掩飾 你不需要去刻意的化妝 當然如果我們到一間好的餐廳 或是 然後他還是不化妝 他不掩飾這樣可以嗎 沒關係 我幫他化好 我每次不是以為 對 亂化 但是我喜歡就是 他可以自在 約會進行到這邊 兩人的意見再度出現分歧 不過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也不是壞事了 接下來這道菜 精選Prime等級牛肉的樂園部位 更是掏客必點 聽說是店裡的招牌呢 好吃耶 它熟度其實高了 它好嫩喔 因為我們在 我們一開始吃這個嘛 然後又完了一個題目 所以其實它已經放稍微 涼了一點點 但是應該沒有影響到 它的嫩度對不對 沒有 它牛肉香好香喔 而且我很怕牛肉在那種 就是要咬不爛 然後要吞也不是的那個狀態 什麼意思 我知道 這牛肉乾吧 準備好了喔 太深了 小心不要給自己動跳喔 太深或太老 好 這一題是 對啊 很可憐的耶 要怎麼吃耶 自己吃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 小時候跟現在 會有不一樣的回答 我也忘了 那... 我先 我先 今天覺得還滿容易的 我以前覺得 當然是要坦白啊 怎麼可以說謊 但我現在覺得 你要吃那你就不要讓我知道 對 可是如果... 會有人劈腿跟另一半講的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當你發現到他劈腿 你會不會就是很後悔說 譬如說你看他手機 我真的看我才發現 我好愛講大道理 你會不會... 對啊 你好愛喔 就早知道我們不要看了 如果不看的話 因為你會怕 你會這件事情然後吵架 對 你想很多 甚至分手 你會不會後悔說 早知道那時候 我就不看手機 我不看我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也可能就不會分手了 不會 不會覺得好險我看到了 你們好真誠喔 我覺得你們兩個現在很沒話 不是 真的很認真 好不好聊天也都會這樣 我兩種想法都會有 基本上被我發現了 然後呢 對 但是他 他也不會就是一直找藉口 他就承認了 他就承認了 對 這樣在一起好嗎 還有信任嗎 沒有 因為你跟對方 如果真的是非常不非常適合 然後適合生活在一起 有些小事情 其實我覺得就不必要你們在意 批腿是小事情喔 當然要看程度 當然要看 到底什麼程度 就看他批到幾度啊 180度還是什麼 對 比運進來批腿 回應讓人超抓狂 就是我只要覺得他還是愛我的 我可以原諒 原諒他批腿 繼續跟他在一起 對 如果你批腿 你會希望他原諒你嗎 我愛他我當然會做 那你幹嘛批腿 我愛他 我愛他 露露等風才可以 你沒人手還可以跟前任 這個真的是 這個我覺得一定不行 我現在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對 你在說什麼 怎麼了 怎麼尊重 連諒還去前任 對 尊重前任 前任幹嘛尊重 然後現任必須要接受 而且前任既然知道 你已經有女友 我覺得他也應該要尊重 你自己退開吧 離開吧 對 不是啊 但是我們就是那麼好 那麼熟悉的朋友 為什麼就這樣子 如果說我就因為 現在這個女朋友交往 然後一直就到結婚了 難道我就跟前面那一個 前任就再也不聯絡嗎 一輩子 我問你 你前任有男友 交了新男友 你也會不避險的 跟你前任聯絡 不會顧慮到他男友的想法對不對 我可能會就是一起認識 我會認識他男朋友 那你要看人家想不想 如果他真的不想的話 我就說了 那我會尊重他 那你就不會再跟前任聯絡 我就 對 我就 你是尊重他男朋友 還是尊重他 尊重男朋友 尊重前任 因為他如果覺得他男朋友在意 那你的現任女友 就是不喜歡你這樣子 而且你剛剛講那個時候 但是我在跟他交往 你尊重都是過世人 我跟他交往之前 我就會讓他知道這個事情 你尊重是過去的 我會普度重生一下好不好 好奇怪 好奇怪 運氣 是這樣 你們這一組的人 你們的人生觀 跟我們固定心中的人 老師 我這麼一樣 我也是行 也不一樣 對 我也是開創 好 我覺得這一組的人 他是不喜歡 他的人生經歷被抹煞 今天當然成為你也是這一組 你現在是站在女生的立場 你要為自己捍衛 可是你自己跳開來 我覺得這一組的人會覺得 你不要抹煞我過去曾經有的 那五年或那三年 那是真真實實的存在 他只是留個紀錄而已 以後你的紀錄他會留出來 你如果愛上這一組的人 你就要跟他分手 他才會愛你 才會念念不忘 跟尊重你 對 不是這樣子說 不… 欣妮姐 我再替他們說一句話 你會有這種感覺是因為 他覺得那個人已經是外人了 我覺得這一組的人對外人超好的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這一組人 很惡劣的真面目 反而你要慶幸你跟他還滿熟的 誇張 好準 所以很討厭這一組人 形象 對 我們先回到這個話題分手 我以前是跟韻姓一樣 我覺得沒差 就是前女友 你為什麼不讓我跟前女友聯絡 就是我會跟現任女朋友 甚至會跟她討論 甚至到吵架 討論怎麼劈腿是不是 不是 討論怎麼跟前女友聯絡這件事情 我想 等一下 這一題我看 是真的不要聯絡 如果另一半劈腿 我現在把它連在一起 當初你們會分手是因為他劈腿 然後劈完腿你們分手 然後現在又跟他劈腿的 前任的那個聯絡 為何 看他怎麼 當初是因為他劈腿 然後劈腿之後都會 我真的不懂 但這個我就不會聯絡 是不是 你們還是有選擇 如果他劈腿我幹嘛跟他聯絡 你會 李昀慶 我是可以原諒 什麼 就是我只要覺得他還是愛我的 我可以原諒 原諒他劈腿繼續跟他在一起 對 那如果你劈腿 你會希望他原諒你嗎 我愛他 我當然會希望他 你幹嘛劈腿 對 我是說的 你現在是在問我說如果我劈腿 你現在是問我 對 我是 對 我必須說運氣很誠實 真的是這樣 他們可以比較疏離的 去想一個事情 對 他們可以接受對方有特別的狀況 好吧 我們來看看第三段的故事是 濃郁的奶香配合酸甜的野莓醬 每一口都吃得到師傅的用心 再配上特製的提拉米酥 用的是馬桑拉香料酒 老闆說這是成熟大人的味道 今天的餐點就用這個味道 來畫上美好的句點吧 好嫩喔 它有奶油 就是介於固體跟液體中間耶 就你可以直接咕嚕咕嚕就下去了 就是用吸的就可以吸掉 對 很嫩 然後它的藍莓好新鮮喔 不甜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不是 我自己比較很愛 什麼藍莓或是蔓越 我不喜歡酸的 不會 但是它其實沒有很酸啊 它沒有很酸也不會很甜 還好 很好吃 大摸 我覺得它最後一題應該是 會比較就是舒緩的 開心一點 如果開心我們就把這個 繼續鎖得一點點 要客套 來吧 我要打開囉 你 認真一點 小破音 這個問題就是一翻兩正眼啊 就有跟沒有嗎 怎麼可以同時約會呢 對 可以撇腿 它不能同時約會喔 好奇怪喔 我可以接受別人這個樣子 但是我自己沒有辦法這樣做 我超久沒有約會了 妳為什麼這句話聽起來很難 沒有 約會這不是一番兩正眼 我不僅沒有約會對象 而且我很久沒有約會 很久沒有約會 所以妳有需要同居嗎 我要看一下程度 對 在我說那些話之前 我有東西要給妳 我準備 這是我準備的 大垃圾蛋 那是花啊 乾燥花喔 這是乾燥花 這是乾燥花 我超喜歡乾燥花的 是真的 太好了 我覺得說說鮮花 是讓我很尷尬的事情 可是 妳自己罷充乾燥花 但是乾燥花我很喜歡 有一些不能做吧 其實我覺得因為 如果從第一次約會來說 如果你摸我套被幫你麻煩 喜歡 我們很熟 我們算熟吧 但是其實 但我其實沒有 對啊 我其實也不知道 就是妳房間 其實會不會放花或什麼的 妳們有邀請我進去房間過來 對 但是這個給妳 它其實可以當裝飾 然後就是擺著的時候 它可以放多久 可以放 無限期 屁啦 但這樣花就是這樣子啊 可以一圖動開 可以啊 而且我很喜歡棉花耶 很可愛... 對 送給妳 謝謝 除了這個還有一個模型 這個好可愛耶 還有兩個東西我要給妳 護唇膏嗎 不是 它是指甲唇的 真的嗎 喔 對 指甲唇 早說嘛 它是... 它是酒紅色的 然後酒色應該滿適合妳的 今年女生一定要有紅唇跟紅色的脂肪 對 但是可能比較不好看 而且妳可以摸摸她的東西 然後它的品質上其實是有品質的 它每一個顏色上面都有一個品質 喔 今天出來看妳是不是 在哪裡 在... 在這裡 為什麼是你啊 Jack是你耶 對啊 為什麼 這就是我的名字的指甲油 哇 哇 對 所以... 為什麼你會有你的名字的指甲油 你喜歡擦這個顏色 不是啦 是... 妳不要摸那麼多 好適合喔 妳也知道我叫Jack耶 我叫你叫Jack Leigh 對 對 我真的很喜歡乾燥花 因為我覺得男生最好不要亂送東西 因為很尷尬 然後因為我的個性就是 就是我今天說拿到鮮花 我會不知道就是 就會覺得乖乖的 可是乾燥花對我來說 又是一個比較有存在感的東西 不會麻煩 它又可以變成裝飾品 放在那兒 然後鮮花又要照顧 然後就是 我覺得送乾燥花剛剛好 還有指甲油 蠻實用的感覺 我知道就是 其實我們剛剛有很多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 蠻站在不一樣的立場 對 然後我們也都 我們也都進行了一個 很激烈的辯論 對 我認識這麼久 其實我們沒有想要認真的聊過這些 就是都是好朋友 對 其實很少會 對 會針對這件事情 然後放我認真的聊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種 好囉嗦喔 這種過程是蠻好的 至少你是坦白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想問說 經過了這麼激烈的辯論之後 你覺得 你會願意跟我交往嗎 終於到了今天男主角的 告白時間了 從第一次見面的羞澀 第一次點餐的細心安排 第一次臉紅心跳的緊繃問答 今天你的運氣會告白成功嗎 你會願意跟我交往嗎 其實我會送這個最主要有一個原因是 我是蠻容易就是受到挫折之後 然後就再也不做同樣的事情的人 我以前其實送過鮮花的 然後就是 被鮮 對 女生就是說 我又不會顧她 然後幹嘛要這樣子 我就覺得 指甲有OK 指甲有 指甲有滿OK的 JAP 024 對 這自己顏色 還是你某一個女友的 對 她是我 用你的名字命名 前女友社的公司 前女友做的品牌 對 她把你這樣子紀念起來有沒有很爽 而且賣得超級好的這個顏色 可是你的現任女友 可能會不高興 你會讓現任女友知道這個故事嗎 這是前女友的牌子 會 然後用你的名字命名這個號碼就 會 因為還有其他顏色是用別的 不行 真的不行 你叫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叫什麼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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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來看這一條 其實我 以當多年的朋友告白失敗 還能退回當朋友嗎 那到底是什麼星座 老師有講 就是第一個開創星座 還可以當朋友吧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誰最容易從朋友變情人 朋友 比較容易 好 那其實我覺得比較不容易的 我有跟好朋友在一起過 也是一戰就五年 很好笑 對 陳薇 李韻靖 究竟能不能成為戀人 下段揭曉 好 其實我覺得比較不容易的 是這一組 固定星座 我覺得我們滿難從朋友變情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你是朋友的話 我們最醜陋的那一面 你都看到了 其實每個人都這樣 對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介意 但我們固定宮很介意 我們固定星座的人 覺得第一印象很重要 但我跟你 我已經沒有第一印象了 好準 真的 我覺得另外兩組 開創跟變動這兩組 是可以接受所謂的命運的安排 因為對他來說 他覺得如果命運在 我沒有另一半 你也沒有另一半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又相遇 然後很多客觀條件也都滿配的 突然間我看你的眼光變了 是有機會的 有 我有跟好朋友在一起過 也是一在一起就五年 好笑 對 好 那我們來看答案 告白 到底有沒有成功 到底有沒有成功 真的 結果威姐也知道對不對 答案就在影片裡 請看 我願意 為什麼 為什麼 完全 完全跟所有現場的人想的 都不一樣 我自己都覺得 為什麼 沒辦法 因為我 你講說我很喜歡跟另一半 是好朋友的感覺其實 我跟每一任男朋友都會希望 我們是無所不聊 在聊天的過程一定都會有 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已經不用假裝了 就是把彼此的 我也很喜歡這種 很自在的說話 對 講出來 然後至少我們 如果交往我們還可以去想說 之後哪裡可以 因為運氣也是一個 不是這麼硬的人 所以我覺得 兩個部分 個性 妳有過了嗎 對 還有嗎 個性 個性 就我覺得我們是有彈性去 對 自然不自意 我們有彈性去溝通的 OK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優點 OK 恭喜孕卿跟威姐囉 那就送入洞房 好啦 來... 算了... 算了... 謝謝 聚會喔 多約幾次 加油 好哭喔 敵招 Gast 心色 闔 請 好營 吏 我 我要 開店 感谢观看